山西省临坟市瑶都区广宣街菜市场,有一位来自极限农村的郭姓女子,卖一种特色小吃肉蛋包味道纯香,引得路人雷关海队购买,她每天也能赚到二到三百元。 这种肉蛋包的特色小吃,是用一个大圆盘贴凹字烙,上面有多个小圆,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肉蛋包,先在铁凹字的小圆里打进一个鸡蛋,然后倒进面糊糊,加点鸡肉,再放点佐料。 铁凹字上烙几分钟,成了焦黄,色香味美的肉蛋包就成熟了。 她还给自己的肉蛋包印制了包装袋,时刻吃完后,根据袋子上面的电话,还能联系上她。 三元一个的肉蛋包卖得很好,她的摊位前,总是人挤人的排队等候,她也凭卖这个小吃,养活撩自己,每天赚到二三百元,快乐地生活着。 摄影,张旦原创作品道图必究